阿利松低级失误 今年夏天,利物浦花重金引进了巴西门将阿利松,虽然在英超前两场比赛中他都利保利物浦大门不失球,但是球迷们却发现了他的一个最大特点,爱秀脚法。 然而今天,他终于为自己的爱玩火付出了代价,比赛第六十二分钟,阿利松在底线拿球,本应及时将球传给队友的他却无视掉周围的防守球员,又一次开始炫技,最终不幸地被对方后卫抢断,传给了莱斯特城的加扎尔,面对无人把守的大门,加扎尔没有浪费机会,成功取得进球,站在场边的利物浦主帅克洛普。 看到这一幕,也不禁愣在了原地,利物浦门将有毒也不是第一次了,上赛季欧冠决赛中,当时的利物浦门将卡里乌斯无视掉面前的本泽马,想要隔着他直接将球传给队友,本想回房的本泽马抬腿一荡将球挡进了利物浦的大门。 不过或许有了这一次的经历,爱完活的阿利松,也能够收敛一阵子了,这里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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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